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有位老红军托代表给我带了封信 他说这封信是谁带过来的 我就起了下神 我说是我老红军交给我带过来的 总书记亲自过问 亲自调度这个事情 油茶产业迅速发展起来 大家脱贫的信心也增强了 民主不是装饰品 不是用来做摆设的 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有众人商量 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